大家好,我是Ochair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个游戏 那就是命令与征服的重制版 咱们先来一段历史回顾 早在很多年前我是玩过红色警戒的原版的 当年这款游戏是两张光盘 一张盟军,一张苏联 我还记得当时那个时候好多同学都去电脑机房玩这个游戏 这游戏刚出的时候还没有硬盘版 只有光盘版 听他们说为了玩这款游戏 机房老板的电脑光区都坏了好几个 当时的光区还挺贵的 命令与征服这个系列 我的入坑做就是红警 而不是命令与征服的初代 初代在当时特别有名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个年代游戏杂志的末尾 就是那个倒数第二页的排行榜 游戏排行榜 经常能看到命令与征服 还有就是仙剑奇迹侠传 命令与征服的初代我也玩过 但是玩的时间不长 我同学有这款游戏 我接着玩过一阵子 但是不知道怎么玩 虽然不知道怎么玩 但是看那个过场动画感觉不错 后来红警出了 就开始认真的玩红警了 当时玩红警主要就是做任务 一关一关的往后走 盟军和苏联都玩 两边换着玩 后来开始玩对战 对电脑 一个人打仨电脑 打一场差不多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当时我还记得应该是放暑假 有时候一场打不完 就要吃中午饭了 这时候呢 游戏暂停 吃完饭继续接着打 当时放暑假 除了这款游戏 还玩主题医院和大航海时代2 那时候放暑假 一天到晚都在打游戏 这种好时光一去不复返 虽然我玩红警的时间不算短 但技术水平很菜 虽然水平很菜 但是乐在其中 后来同学们在网吧或者机房里 经常打那种对战比赛 对技能要求越来越高 手速是越来越快 我就慢慢的放弃了 跟人家不在一条水平线上 后来我就慢慢的不玩红警了 其实现在想想那时候还可以继续玩 没必要跟他们比 他们喜欢玩对战 就让他们玩对战 自己喜欢玩单机 玩得高兴就可以了 没必要跟别人比 命令中服的后续版本 我也接触过一些 但是没花太多时间玩 现在记忆也不深了 没想到最近这个重制版 让我找到了曾经的感觉 还是原来的声音 还是原来的手感 还能按空格键 切换回原来的画面 但是那个画面 现在已经接受不了了 红警的重制版过场动画 依然很粗糙 马赛克十分严重 当年玩这款游戏的时候 觉得这过场动画太棒了 而且还是真人演出 太给力了 现在看看当年的我太单纯了 这一看就是绿布做的 而且很粗糙 但是当年上学的时候 绝对不知道绿布是什么概念 玩这款游戏 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进入游戏之前 先把输入法切换成英文 不能是中文拼音 也不能是英文拼音 而是要切换成纯粹的英文 ENG才可以 否则游戏会崩溃 特别是给士兵和坦克编组的时候 我估计是这款游戏 和中文输入法有冲突 这款游戏的设置也没有什么好设置的 这款游戏对响卡CPU占用不高 具体请看我录制视频的左上角的数据 我的电脑的CPU是E3v2 四核心八线程 显卡是GTX1060 内存是16GB 具体占用数据 各位仅供参考 一般电脑问题不大 这款游戏我已经玩了至少10个小时了 估计还会再玩下去 上小学的女儿也喜欢看我玩 《命令与中服红警》 她还帮我指挥 而且她还做了一些关于红警的彩尼作品 比如苏联的大本营 电塔矿场什么的 她一定是很喜欢这款游戏 才喜欢看我玩 而且自己还做手工 关于《命令与中服红色警戒重制版》的 油耳感受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